哈喽大家好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二月份兔的朋友 到底呢 你的事业财运工作如何呢 还有你的桃花健康 有没有贵人 好 属兔的今年 行客太岁 三行 今年呢 植五宝渔是太岁冲以外呢 兔子跟鸡是三行 行客 所以呢 应该说你在一月份呢 还没有感受到很深 还没有感受到很深 你会觉得 好像还很平常一样 没有什么 但是你有点焦躁不安了 你开始会有点 什么压力好多喔 然后为什么这些事情 做起来不太顺遂 尤其是感情上面的问题会很多 人家无故找麻烦 比如老婆 老公天天找你麻烦 动不动就看你不顺眼 情人看刀 不会情人看招 好 现在开始为情人看招 那情侣之间呢 也开始 好像要出现了什么 那种很诡异的事情 可能怀疑对方有暧昧啦 那就开始啦 因为老就是桃花 那还有你有一些 在职场上面有一些 暧昧的情愫发生 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不知道 有些人认为很好 有些人认为不好 对不对 就看你自己的心态了 好 那这个月呢 我们先讲你的工作跟事业运 工作跟事业运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因为财心不落在你的工位 是落在你的兄弟工 所以呢 应该说你在这个月当中呢 好好的去跟你的partner 跟你的伙伴好好的去协商 如果你是一个很老大 很自我的人 你在这个月你会压力压力 压力大大 你晚上睡个早觉喔 哈 你看看好了哈 还有呢 你不要太过固执的 想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有些时候你的决策 是会发生错误的 而且会失去正确的判断 因为你运势不好嘛 啊运势不好 你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 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对不对 乌子漏了 还没 一个晚上下青盆大雨 好可怕 你没有碰过这种事情 我跟你讲运势不好 你就会这样子 运势不好 通常做的事情 都会做错误的决定 所以你在事业上面呢 尽量听取大家的谏言 尤其是那些运势好的 运势好的人的谏言 或者他已经是有很多 身经百战的 很多的经历的 然后他又是很愿意 帮助你的 任劳任务的那种 长官啊 或者是同事啊 请他们多帮助你 尤其在开会的时候 你不要 就是无厘头的 忽然间爆出一个 你认为很好 很好的东西 结果大家都觉得你很冷 然后觉得你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发生 所以你今年呢 在二月份开始 你要特别特别的谨慎 在这个部分 好 跟着好的人走 跟着对的人走 就对了 好不好 不要呢 老是设一个高墙 然后逐一个高墙呢 都认为自己最行 你以前很行 现在不行啊 怎么办呢 对不对 人就是这样子啊 你有时候很行 有时候就会不行嘛 你运气不好就不行嘛 好不好 运气不好你看你多努力的时候 不是说努力没有用 努力有用 但是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成功必须靠努力 好了 这个很矛盾的一个说辞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观众呢 还有人说 那你就说不用努力 努力没有用啊 努力要有方法 努力对的方法才会成功嘛 努力错的方法怎么会成功呢 当然不会啦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你现在是不是要聊胜于无呢 就是说 好 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呢 多吸取一些薪资 多吸取一些 可能 你觉得不错的东西 可能人家都认为不错的 尤其在职场上面 多听听别人的建言 好不好 那因为兔子嘛 总是 可能想说 有一些同事可以帮忙 你就尽量请人家帮忙 但是有些人呢 他是 比如说 他已经已婚了 然后呢 他又觉得说 这个男的对我来讲还不错啊 然后就搞暧昧 搞暧昧到后来呢 他帮了你的忙呢 结果你出了大乱子 要小心喔 所以呢 千万不能有这种情况 另外的话呢 最怕就是在这个月呢 有一些状况发生 不是出生 是发生 在这个月状况发生 什么样的状况 因桃花而找麻烦 好不好 因桃花而找麻烦 那应该这样讲吧 这个月要吃苦耐劳一点 好不好 吃苦耐劳一点 不要一直想说 什么事情都可以 依照你的方法 来达成目标 没有办法了 所以应该说 你用平静跟积极的心态 来做你的事业 做你的工作 尤其是老板跟CEO们 如果你的桃花 在去年就开始 你今年就变成烂桃花 可能他所求 就不是你想像的那样子 不管男女都一样喔 不管是男女老板都一样 好 那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你在今年呢 这个月当中 没有掌声的回报 没有关系 虽然没有掌声 但是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回报 只要不出trouble 不出状况就好 好不好 平平稳稳 安安心心 先把这个月过好 因为23号以后 就回到你的月份了 那更糟糕了 2月23 国立的2月23 就到开始 是农历的2月份了 那又回到你的工位 那回到工位 通常一般是会好 好一阵子 但上半个月可能好一点 下半个月可能又不好了 因为怎么样呢 你有可能做 又做错了一些事情 然后呢 又延伸到下半个月来 所以 你是不是要特别的加 加以小心跟谨慎呢 是的 没错 你要加紧 加紧脚步 好好的审视一下 你是不是又做错了一些错误的抉择 好不好 这个月其实不适合换工作 如果你要换工作的话 下个月就会父贤在家 警告你咯 不要开玩笑 对人事上的不完美 或者工作上的需求都不完美 你就要 张之眼闭之眼 好不好 那 如果能够至少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双 别人在吵架 你不要去做公亲 公亲变始祖 对不对 你要夫妻吵架 或者同事之间 有一些狗屁刀造的事情 你就介入 好了 没事了 人家都没事了 变成你有事 所以呢 安安分分谨慎的 好好的做好自己 否则处于碰壁的阶段 那种经验会很惨痛 就是说你会受伤 非常的严重 应该说 你在这个月是 要练就一副金刚不坏之身 好不好 在职场上面 不管人家怎么打压你 或者人家对你有什么不满意 你就要好好的 多吸收 然后多可能思考一下 不要跟人家有一些冲突 那尤其在桃花上面 如果你有海外恋情的话 肯定是烂桃花 肯定是烂桃花 因为这个月 因为你的对公是鸡嘛 那鸡今年犯太岁啊 你想想看 如果两个都在犯太岁的同时 你觉得那个桃花会是好的吗 当然不好 去年认识的比较好 今年认识不好 这样了解吗 去年 我讲去年 在朱年你认识的 农历年十二月之前认识的 都比今年好很多 这样 如果你能够延伸 已经延伸一个多月了 两个月了 那个桃花还比较好 如果你是现在认识的 sorry 你就一定是烂桃花 好不好 那 没有办法要变成你的 这个anada 那 你不要 你要用平静的心 去面对它 好不好 不要在那边热血沸腾 每天想到 到时候你的残局很难收拾 好 那是给你的建议 所以呢 在这个月当中 你任何事情要省省而为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财运呢 财运基本上来讲的话 因为你是行客嘛 财运有 就是说 你只要合作的团队 多跟他们 有一些商讨 对策的话 你跟着走 跟着走 你就会有财运 如果你是自己 要独立扛的人呢 在这个月财运会 哩哩哩哩哩哩 所以不要空事幻想 我会赚到多少钱 不要 那个预设的金钱 不会落你的口袋 好不好 所以呢也代表说 你在谈判的同时 你在跟人家谈判啊 也像很多老板啊 CEO 他要谈判啊 或者业务主管 要去谈判的时候 或者业务人员要谈判的时候 总是期待说他会成 结果呢都落空 好不好 都会落空 三行就是说 可能人家刚开始答应你 后面他就说 啊那我不要了 会有这种情况 你会堆心肝 那没办法 堆心肝也没办法 那你的六合呢 因为属狗的 今年有犯 红艳煞 所以你看看 属鸡也不好 属狗 你的千银公不好 那你的六合也不好 那你说你今年 有啦 还有一个比较好一点 属羊的有贵人 是你的三合嘛 属猪的今年也开始装好嘛 所以阿弥陀佛啦 虽然有不好 但是在不好当中总算有一些好 好 三分好 七分靠打拼 你这样了解了吗 只有你有三分好 但不是完全好 所以属兔的朋友呢 如果你要 呃 把自己 呃 运势 加强到六十分 就要加倍加倍的努力咯 那财运也一样 那贵人运呢 呃 因为属羊的有贵人 所以你也跟着受贿 那属猪的今年运势好 害保卫三合嘛 所以呢 在不好的同时 你还是有贵人的出现 所以呢 多听贵人的建议 多跟贵人合作 那你的问题就 就可以解决了 呃 可能你碰到一些狗屁叨叨的事情 那你自己没有办法独立扛的话呢 就请人帮忙 好不好 请一些好运气的人帮忙 如果你跟属羊的属猪的 多合作 就会很好 那属狗的不是不好 属狗的只要不跟他讨论桃花的事情 工作职场上面都还不错的 你就不要跟他讨论那个什么烂桃花啦 桃花的事情啦 夫妻之间的纠纷啦 或者情侣之间的那种 背叛啦 你不要谈这些事情就没有大问题 好不好 好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在农历的六月 才会有转好运的开始 好 那就预告你了 来看你的健康运 健康运应该说 你最近会常常跑医院 为什么 你的小毛病很多 可能有一些救急 救急要复发 什么腰酸背痛啦 眼睛酸痛啦 要去看牙齿啦 蛀牙啦 蛀牙啦 要去看医生啦 那你这个月呢 跟皮肤比较有关系 跟你的脑神经衰弱比较有关系 好不好 跟你的眼睛比较有关系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什么 脑神经衰弱 眼睛视力不好 然后呢脊椎痠痛 然后呢 觉得全身都是懒洋洋的 提不起精神来 去看医生 但是看医生请你戴口罩 然后没事不要去看医生 拜托拜托 好 因为今年毕竟不好嘛 三行 那人家不染病 你就染病回来 很讨厌 没事不要看医生 不要乱吃药 好 那我们再来讲讲你的 那个健康运的同时呢 还要提示你一点 你家里的运势 家里人的运势比你更好一点 所以呢 不要跟家人吵架 多听听他们的建议 有些时候他们的建议 虽然你觉得 哇 那么八股 那么看起来好像你做不到 但是我告诉你 父母亲有说 他们的人生经验很多 所以你也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那如果你这个年纪很大 你又是一个很固执人 那你就听不下别人的建议 那你就只好处在那边 那对不起啦 那我只能说 你就处在那边吧 任何事情都一样 好 那你的考试运呢 基本上也没有太好 今年考试运没有太好 那就说你在求取公民 要升官的同时呢 有点困难 比如说你要考国家政兆 或者到海外求学 会被打回票耶 然后考的分数呢 就差那么一点点 你会起死啊 那没办法 不是努力不够 是你的运势不好 所以要多念一点 多念一点好不好 多念一点 利用时间念书 好不好 我想呢 每一个人的成就呢 都必须要靠努力的 根基要扎稳 然后要扎好 问题就不多了 好 这是鼠兔的朋友 那接下来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哦 还有呢 还有老师的YouTuber 那个小铃铛 按一下按一下 好不好 然后分享给你的亲友 也可以让他们知道 如何趋机避凶 那你刚好因为在东方 然后你的家里的门 在东方 请你要挂这个 五地钱加施咬键的铃铛 这里面有华萨糊 华萨糊拿起来 它有铃铛的 好 所以你今天是行客太岁 那当然你要一些开运物品 来帮助你自己 那这个是家里用 公司用最好 好不好 那不要忘记了 按海洋老师的YouTuber 按订阅是免费的 然后AFP的频道也是免费的 我经常会有一些文章在 FB上面 所以我不会上YouTuber 因为文章没有办法上YouTuber 所以你们也可以按订阅 订阅以后呢 如果呢 你觉得还不错 就帮我按赞喔 可以按分享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来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官方网站 最近呢 有送兑换券 那兑换券 你如果是累积到一个程度的话呢 就是那个可以兑换 我的开运物品 好不好 比如说五帝钱啊 或者是手链啊 或者尾戒啦 都可以 防小人的尾戒 你今天要防小人尾戒 带带防小人尾戒也不错 像我会带防水晶 带防水晶 左手是招财 右手是升官 这样了解吗 左招财又升官 左手带右手带 一起升官加发财 那所以呢 上我的官网 如果你不会上官网的话呢 打电话 022737300 海外要加886喔 海外要加886 也祝福呢 我们属兔朋友呢 在二月份呢 可以呢 一扫一埋 然后呢 没有那些狗屁刀刀的事情 我已经教你怎么样 防范之道了 祝福你们 拜拜